设计的一个动作来说 他的步颈 他自己的动作 他会很详细地设计 他的斑体配合性很高 他每一拳每一脚 斑体里面的武士 很配合他 很教他 觉得他每一拳每一脚 都很厉害 很厉害 那一场他打到 两个人都很痛苦 要撞砖头 撞墙 吃到不少斧头 好 因为我在香港已经被所有的片箱 所有的电影公司已经订阅了 一想起反派 那个坏蛋 那个大反派 就会跌位 不过我就很坚持我自己的要求 虽然做反派 我就做一个很有个性的 很有性格的一个反派 不做那些强奸 那些心急片 我就不要做了 我拍同作片 拍到有些厌倦 还有想离开香港的念头 就是 在香港被所有的电影公司 和设计 订阅 订阅 一想起反派 就是想起敌位 对我个人来说 就没有一种突破 好 当有一个电影公司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一聊我就知道 这部电影要怎样做了 就 有些厌倦的感觉 所以就 很想很想尝试一下 演一下有些 很有心度的戏 很有内心的戏 其实我也拍过几部 正派 警察和谈长的戏 不过多数人都很想我拍反派 我曾经和杰莉在美国 在三百姿拍了这部《龙在天涯》 当初这部戏 我又兼了《魔术指导》 我曾经叫杰莉说 你自己在中国大陆 已经拿五届的魔术军军 你来做这个指导 结果她在私底下 拉我出去 外面跟我说 她说她的功夫是表演式的 在魔术学院 小孩开始表演兵器 分剑道 表演式的 结果我们要拍这部《龙在天涯》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风行流行这种打 自由搏击式的 打法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个私底下跟她说 希望我来做这个《魔术指导》 因为她没有拍过我们这种打法的戏 所以她就推了《魔术指导》的工作 叫我来做 所以我那部戏 和她的角色都从头到尾 还要兼连这个《魔术指导》 都做得挺辛苦 《魔术指导》 台湾制片制度和香港的方式不同 香港人的比如说工作人员 她一旦不接 接到这个工作就很负责 台湾方面当然是投资的老板 就是不想花太多的钱 还有人材方面也是一个原因 当然制作成本低的话 就拍不到美好戏的了 请不到美代卡式的了 所以一路台湾的动作品 就跟不到香港的 一两年就小时候拍戏了 走两三年前就 同学大楼跌龙 又参加台湾的电视公司的百点档 一起玩一下一起拍个百点档的大戏 好多谢很多朋友支持我 我也很开心 我去到很多国家 有中国人的地方 都认得我 我心底很开心 还有外国的朋友 我都好多谢你们 多谢 好多谢 好多谢 好多谢